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十的时候慢慢潜藏回来 苦年的时候参加了央视的这样的一个春晚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说 人生往回看是不可以的 你往回看 你会看到很多自己很受伤的一面 那时候的我寻求的是什么 解脱 抽烟喝酒 伤害自己 怎么烂怎么去 那不就是毁了人生的吗 对不对 但是从春晚那一次之后 当下我就跟自己说不准 所以我的 这种坏习惯 喝酒啊抽烟 我已经整整拿掉十二年 就明年是虎年 就整整十二年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的人生有意思吗 该怎么样享受的 你怎么都不要 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像我这样反观来看自己 这个这个有啥用 没用啊 我跟你讲 真的别抽烟 真的别喝酒 它对你来说都是不加分的 去年拍戏的这也是嘛 就是对戏 跟一个小女生对戏 就发现对戏的过程 人家拿电子烟出来抽了 我退了三步 才几岁的抽烟 我没说出来 后来我正常排戏 后来我就跟他碰了一下 我说抽烟不好吧 他马上收起来 我甚至会在环境就说 我说抽烟那请出去 因为本人不抽烟 这就是一个礼貌的告诫 你想换你的人生自己去 你想跟我学习 那就收敛一点 对 我觉得这是互相吧 就像我对 比如说张国立老师 我都喊他叔叔 他可能也会习惯 就是抽根小烟提神提神 可是我都跟他说别抽了吧 他说 他说侄子 我真的不是爱抽烟 是真的年纪有点 就是人状态累了 我说你真的别抽啊 他说知道知道 你懂吗 就是我们会这样互相去 关心对方 甚至可能像张提霖老师 或者是王刚老师等等 就是只要合作过的这些前辈 我都会给予 给予这样的一个 晚辈的提醒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事是需要这样做的 我不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我是先把不完美的拿掉之后 我现在开始享受 我未来的完美的人生 就是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 比如我看到我的前辈 我一定先哈腰 我一定先打招呼 我不会说看到你就转头就走 我不敢 因为我觉得我保有咱们中国人的传统 所以这是我父母亲教育我们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们家算是中国人的那种最传统的 我记忆当中父母说 一就是一 不能说二 那当然我年纪最小 所以我也选择说三 我比我的兄弟姐妹都来得淘气 但是因为我太早熟了 我十六七岁就出来工作 所以他们只能看得到我 就是透过荧光幕 知道我的好与不好 所以我也练就一个 金光不坏之身 就是告诉他们看到我的全部都是好的 所以他们有一次他们到了上海的时候 他们一发现说 跟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就是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我的朋友圈 他们都会觉得说 我不在他们身边这么长的时间里头 他们看得到的是只有两个字叫佩服 就一个人到一个异乡 就是比如说上海或者什么 反正只是离开他们身边之后 我可以把我的周遭或者是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工作安排得这么好 所以他们很放心 虽然老妖 顾名思义都是所有人都捧着嘛 但其实我是反捧所有人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也好 或者是我的父母亲也好 我都是让他们觉得 只要我出现或我不出现 他们都觉得是幸福的 就什么不用担忧就对了 就反过来照顾他们 当然我的哥哥我的姐姐他们也是 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都是陪伴 就是会去吃饭或者什么 但是都会告知我说 今天带爸爸妈妈去那里吃饭 去那里游玩 所以父母亲要给予我的这种 你长大要干嘛呀 你必须要走什么路啊 这些他们是规划不到的 出道到现在有三十多年 顶流 对不对 低谷 再顶流 再中间 再低谷 再现在又往上来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容许自己有那么多人生在挫败 所以我只能要求自己不断的更好 我的工作人必须也是要这样 不然不适合就淘汰 只有这样 我到现在我都是 我就是我又回归原来的自己 化妆自己来 造型自己来 我不带人了 因为我觉得沟通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 我要自己弄成什么样 那是我的事了 不是花不起这个钱 而是我觉得人跟人相处 如果插那么临门一角 你又帮不上我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不浪费你的赚钱机会吗 也请不了 不自己来 就这样 对 浮照其实我也会有浮照 但是我的浮照是局限于 工作上面的一个 聪不聪明度 像我自己对自己很苛刻 如果大家有发现 就是我做任何事情 都是一定要做到最好 但是这样压力很大 可是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好 是因为我不希望在我的工作上面 是有留下一点点痕迹的 就是不好 哪怕说工作上面有一些小闪失 我觉得那都是应该的 但是我觉得不容许自己做不好 我的付出 所以包含我的工作人员也是 就是他们有安排了 我会很生气 这是我的要求 所以我的身边的人 其实都很拘谨 他们也很幸福 就是我会以我的工作的压力之外 我会给予 生活上的给 比如说 现在冬天买衣服 缺什么买什么 就送 这个送不是那种会 而是给予鼓励 我的这个微信里头 艺人特别少 都是我生活上面的工作人员 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才能交到朋友 因为做艺人之后 你会发现 大家会给予自己穿了 古往的新衣 我是最好的 我是最棒的 我是最top 但他忘了 他就是一个老百姓 但是因为我可能 就是经历过所谓的 部队生活 所以进了 虽然不是完全部队 就是进到了文工团 我所做的事情 是很多人可能到现在不理解的 就是拿麦克风 继续唱歌 但是我又做到了幕后的工作 比如说舞台上面的音响架设 舞台上面的舞台 去怎么承设 或者是乐手的乐器 我都要去做的 帮忙抬东西 扛东西 接那个线 怎么接 怎么弄 怎么好看 我是幕后全部做一轮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其实幕后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的微信上面的 就是目前的朋友比较少 有都有家 家的为什么没有说话 因为我觉得我很难跟大家做朋友 我只能跟工作人员做朋友 就是我能够说什么 他们听得懂 我可以不用 比如说我说一句话 可能你比较脆弱 你就会说 他伤到我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艺人 不能说话 那我跟工作人员说话就很直 我就甚至比较难听的话都能说 就他们也能说我 但是我就听 所以这就是我 对 所以在我们相处下来 就是20个哥哥 包含我21个 我们的生活模式就是 从这几个月当中 他们发现我是一个 很好玩的一个人 甚至一开始大家都 都是这样 到后面是这样 拥抱 甚至前两天 还有一个年轻的歌手 他虽然跟我搭了间 但是搭了间是这样搭的 我们是有一点点距离的 是不敢这样的 他不敢雄抱我 但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傅欣博 比如说那个胡夏 我们是这样的 是哭着的 可以打脸的 然后慢慢慢慢就有 其他的歌手 这些哥哥们就会过来 但是还是不敢 他们就不敢碰到 我身上的每一处 他们觉得我的光环还是在的 那就是他们有放开 不是我没放开 所以比如说像 前两年余朦胧过来 他就这种熊抱累的 就是抱哥哥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你不敢 那你就输了 你敢我们就很清静 就包含排练舞蹈 包含生活 就给予多方的这个 这个 施语 男人跟男人之间的这种 这种友谊的爱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跟人相处 真的不分年纪 就你只要聚在一块 哪怕 差个一二十 快三十 只要你放开 大家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 融为一体的工作伙伴 如果你有 我觉得再回到最早 中国人的传统 礼让或者是这种 长幼有序的 还是可以有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有 变成这样 那不就是完美吗 对吧 就我现在是挺张开双手的 前两天跟我们 二十一个里面的其中一位 因为我们房间是换来换去的 那天房间换到的是 吴嘉诚 跟丁泽人 跟我是一个屋 然后那天刚好 只剩下吴嘉诚跟我 我就用两个小时 跟他聊他的人生 他聊完之后 他发现 怎么为什么都没有人 教他这些 我就很鼓励他 他说 他说哥 为什么每次我想去说的时候 我就往后退一步 我想表达自己的要求 我又不敢 我说你为什么不敢呢 说出来 你不要靠着你一口白呀 就大家都以为认识你了 他说我也不是刻意的 他是 我就不敢去表达 我说你说啊 但是你要说到重点 比如说 他是一个音乐学员 出来的男歌手 他当然觉得 他的vocal唱是最好的 可是因为那么多人 你不举手 你就没机会了 所以第二天 我就跟他说 你真的变了 他说哥 你真的给我两个小时 的这种 除导 或者是开导 他说我真的学很多 就直接跳了 我说当然我不希望你走冤枉路 我走了三十多年的 好与不好的路 我在你身上 我不可以再让你发声 他说他懂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人给予我机会 但是我不敢举手 我不敢要 因为我觉得团魂很重要 礼让 我谦卑了 让别人成就了 那当然不是说 现在回观自己是多么伟大的人 但这是一个个性上面的一个蛻变 就包含这一次录节目也是 就是三个人的时候可以互相辅助 可是你变到六个人的时候 我如果继续 当然互相的辅助是需要的 但如果说六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让这个团队更好 退缩 为什么要退缩 大家都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先成就几个人 我退 当你们需要我的时候 再把我拉出来 我就出来了 所以他们都觉得我很特别 就不是说 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想强出头 不是 我是让别人去出头 很好啊 这就是一个团魂 一个 我觉得一个 做任何一件事情 如果每个人都想去当领导 那不全垮吗 我们总是要去 把整件事情做到最好是什么 有一个最完整的领头羊 对吧 我觉得服从很重要 就它给予你的是一个正面的 一个值得你去配合它的 这样的一个头 就做好下面该做的事就好了呀 我的人生 今天想穿 人字托就是人字托 我想穿很昂贵的衣服 甚至 一堆什么钻什么 戴在手上 它都是合理的 就包含我自己身上 比如说我带了这样的一个 中国式的东西 那跟这种外来式的西装 为什么它是OK的 因为就是一个 我塑造出来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跟着 咱们整个的大潮流走 这是应该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保有自己的态度的话 那就融化掉在这个社会里头 这是不可以的 就我现在虽然到五月份就五十了 但是我并不觉得 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二六二七的小孩 我什么都可以聊 我什么都不会演 我什么都能够穿 除非是真的不适合 但是什么都能尝试的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只有自己是最棒的 好好回一圈 然后到六十岁 要是真的干不动了 别做了 就慢慢慢慢地消失 对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 永远都觉得 没有老这个字 永远没有 就是我从出生到我有记忆当中 我是被我们家的环境熏陶的 因为我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家就是有一边是美容美发的 一边是唱片行 所以我小时候就在这两个环境里面 生活成长 到我自己十六七岁出去工作 半工半工的时候 都是跟这个生活是分开不了的 所以我自己会化妆 我只是没有办法给自己剪头发 我可以自己做造型 我可以自己 比如说我的衣服 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自己修改 音乐 我可以接受当下流行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就是很丰富 就我小时候的生活是很丰富的 给予我的 但不是最专业的 可是我从小熏陶 熏陶再熏陶 到我现在就是很快乐 对啊